你没什么变化呢 真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模样 你在关心我吗 我很好 贤州对待俘虏一向很客气 在列车上我没有和你说话 因为那时我就知道 在这里你会和我单独交谈 所以我想 干嘛不把一切都留到现在呢 你好像有很多事情想问我 艾利欧说她遇见了三个问题 但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如果我听到了其中之一 就把此行的目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既然你问了那三个问题之一 就说明一切都很顺利 嗯 准备好听我的答案了吗 贤州的星河之乱 与我们并无直接关联 但如果你站在艾利欧的视角 那么 也不能说星河猎手是无辜的 我们早已遇见了这一切 但我们无动于衷 福泰补之所以惊讶如此 是因为他发现了三个事实 第一 星河猎手不是贤州的敌人 这你已经知道了 虽然你始终不信 二 将星河带入仙州并启动的另有其人 这其中既有内忧也有外患 罗浮内部的叛徒和外界的敌人 想要颠覆仙州 泰补急着去找将军 想必是为了告知这一点吧 可是 泰补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因为艾利欧也没有将关键的信息告诉我 他遇见泰补司会对我使用穷关阵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此时此刻 我只知道 仙州联盟应该知道的事 至于第三个事实 但是 恐怕仙州联盟做梦也想不到 第三个事实是 如果星河猎手 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那么我和阿刃出现在这里 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你们 听上去很荒诞的吗 怪不得福泰博也不信 但穷关阵不会骗人 所以 答案就是这么有趣 星河猎手出现在此 阿刃被捕 我被引入这座穷关阵 都是为了将你们 星穷列车带来仙州 星穷列车要来到罗浮 没错 而且还要在仙州做出一番大事 在艾利欧选择的那个未来里 巡猎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为此 你们必须和联盟产生联系 所以我一定要把你偏来这里 我需要你直接接触罗浮将军 帮助他们解决星河之乱 让联盟欠下一份人情 这样在未来的未来 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仙州将助你一臂之力 如何 是不是很意外呢 恶名昭著的星河列手做了这么多 只是为了让你成为仙州的英雄 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剧本吧 我说了 艾利欧没有将关键的信息告诉我 未来的可能性无穷无尽 在错误的时间得知了正确的事情 也会将我们长久的努力化为乌有 关于未来 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 在最好与最坏的那些未来里 你们终将直面 毁灭的那努克 届时 你会需要所有的帮助 因为那将是 属于星河那个层次的残酷战斗 那是你 我 星穷列车都无法企及的层次 在绝大多数的未来里 命运就在那一刻终结 但如果按照艾利欧的剧本走下去 最终会有一线生计 知道吗 即使星神 也是可以被杀死的 啰 洛插 还要第二成绩 可以 我 肯定是 冲 众 你 也没有绝对的无敌 也没有永恒的不朽 这只是凡人视角下的夸张而已 不过凡玉的陨落 倒确实超越凡人的尺度 它陨于其他星神之手 不明白 都是星神 为啥要打打杀杀呢 你真的是仙舟人吗 别的星神不提 蓝宇要师的故事你总该知道吧 联盟的夙愿 不就是消灭星神要师吗 当然知道了 知道一点 我整天被我娘监督练剑 没怎么上过学 那还是换个话题吧 既然你连巡猎和风饶的死仇都不清楚 很多事情解释起来太费劲了 好吧 这具白匣子吗 它是灵鹫 俗名棺材 专用于收敛侍者的遗体 是者 这也是商旅的一部分工作 在下受了嘱托 要将这具灵鹫顺路送回仙州 对动辄受敌千年的长生众而言 死亡大概是个遥远的概念吧 也不是了 灵骑军人投身杀场 死亡也是平常事 但我们没有用盒子 呃 灵鹫成装遗体的习惯 显州人辞别同袍的习俗 是将名字和预兆 供奉在石王寺的因果殿里 而且 胡人和池名 各有自己的告别仪式 我见过胡族战士 将离世同胞安置在新茶里 让他飘向遥远的星辰 他们管这叫 正守青秋 池名嘛 他们就比较神秘了 听说池名活得久了 又或受伤兵死 会化作一颗珍珠般的蛋 然后以柚子形帽破壳新生 我娘管池名叫龙翼 小时候听娘讲的故事里 池名族还都能化身巨龙类 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好家伙 那 令堂说得不错 池名是龙翼 亦是心神不朽的后代 因此池名之中 曾经是有人能化龙的 这份力量是珍惜之传 必须兼有繁多的仪式和考验 方能撑街 对接长者 也难说是姓氏 我听说过不朽的龙 和齐子翼的故事 许多神话故事 都称颂他拥有 完满不朽的生命 但不知为何 他在群星间消失无踪 就像从未存在过一般 只留下了结衣子嗣 天年有近 但凡生命 今有定数的极限 即便心神也难称不朽 终会抵达市区的那一刻吧 呃 我多嘴问一句 棺材里的人 你认识吗 认识 朋友 不是 那 恋人 姑娘想哪儿去了 棺中躺着的 与我非亲非故 仅有一面之缘 巧合之下答应了别人 只好走这一趟罢了 好 就聊到这儿吧 诸位休息得也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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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